你不看着就不怕你这么可爱的女朋友被人惦记 好 怎么了 学校官网刚才发布了我们昨天感知了一下午的宣传片 部长给我发了链接好多人转发 你也参与了 虽然我只是修改了一下封面和字体 但是也很有成就感啊 奖励 就只有这个 不夸夸我 再带你真厉害 对了 让让 我下午去东校区还有个讲座 回来还有两节高级英语课 时间可能有点来不及 你要不去帮我站座 几点钟 三点半 下午三三零二 让让 最好 你们就在我上午三天 你为什么看我说 这个人呢 有点很感染 你怎么有点 快点出学份 能赶回来吗 要上课 堵车了 有点悬 人数不太对啊 对 大家都知道我规矩了 换课一次扣五分 满三次 直接算挂课 好吧 我三学现在点个名 王牧 到 许章 到 郭亚波 到 陈晨 到 苏彩彩 到 走 你们不知道还有同名的 没有吧 而且这个苏赛赛 我没记错的话 是个女生吧 没来是吧 没来记名了啊 蒋经 刘军 到 陈萌 苏大大 部长 对不起啊 看你没来 本来想帮你答到的 没想到已经有人帮你答了 我差也帮倒忙了 没事 没事 这是我自己的问题 苏赛赛 部长 那我先走了 走吧 让让让 你刚帮我答到啦 被记了 因为还有一个男生也举手了 那是我们新媒体部的部长 开学的时候也是他带我去宿舍的 这可怪不到我头上啊 你们很熟吗 没有啊 让让 你现在是不是很有危机感啊 没有 我呢 已经被记了五分平十分了 要是再被记的话就完了 要不你以后陪我上课吧 监督我 你不看着就不怕你这么可爱的女朋友被人惦记 你不看着就不怕你这么可爱的女朋友被人惦记 真不怕啊 好 明明是我想听到的回答 为什么你说出来我又觉得这么逗你 有一种负罪感 让着 你肯定是故意的 偏偏我还吃这一套